她是香港娱乐圈最出名的高龄恨嫁女,也是被蛇诗曼等女星排斥的同行焦金。 一个连货两年事后大奖的女明星,为何敢跟TVB平台叫板?是谁给她的勇气? 欢迎来到新闻榜,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曾经创下九年之内周璇于七个影视圈男人之间的纪录保持者,彪悍女星胡定心的传奇经历。 1981年9月9日,出生于香港普通人家的胡定心,是一个从小就追求世事完美的女生,处女做的特质让她对自我要求极为严格,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力求完美。 这样的性格底板,注定她要走一条异常艰难的自强之路。 香港是一个竞争性极强的社会,要么出人头地,要么放弃高傲的自尊,做一个低头哈腰的打工仔。 天生励志难自弃,拆在连中带石飞。 胡定心,想要走一条麻雀变凤凰的路,那就是参加比赛,争取拿到进军娱乐圈的门票。 1999年,18岁的胡定心,送给自己一个特别的成人礼礼物,她参加了那一年的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并且夺得了四强的荣誉大奖。 然而,这个奖项含金量却并不高,原来,当年张国荣,梅艳芳,陈奕迅,杨谦化等人都是通过这个比赛走进娱乐圈的。 但是,此一时比一时,等到胡定心入场的时候,这个比赛早已仅限于香港本地赛区举办了。 因此对于胡定心来说,想要出头,只有登上更加耀眼的赛场,夺得更闪耀的荣誉。 2001年,胡定心参加了由TVB举办的封面女郎比赛,夺得了美宝莲致迷人大奖,受到了TVB的邀请,成为艺人训练班的学员。 成功拿到了进娱乐圈的门票,然而,进了培训班,不等于游戏可拍,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的新人,只能在各个剧组里跑龙套,若有若无地存在着,薪水少得连制装费都不够。 为了成为签约艺人,得到TVB的重视和力捧,胡定心只能见走偏锋。 江湖上流行一句话,叫做拜码头,胡定心先用了这一招,敲开了TVB的大门。 杨岚说过,没有人会有兴趣通过邋遢的外表,去了解一个人美丽的内心,人靠衣装,社交靠嘴甜。 胡定心将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在夜半时分挨个去敲尖制的房门,他最先攻破的是潘加德,扶晓坐低地请教, 德哥,有没有端茶地水的角色给我演呢? 后来,又顾忌重施,敲开潘加树的房门。 向对方虚心请教,自己半年没有戏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呢? 这样,楚楚可怜的落难女子形象,怎能不让男人产生一种保护欲呢? 于是,没过多久,胡定心通过这种拜码头的方式,得到了潘加德兼制的酒店风云里,一个戏份很重的角色。 除了拜码头,胡定心还研究出一招认亲戚的妙计,既然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命,不如打造金汤匙的靠山。 他先认了潘加德做干爹,潘爸爸每逢生日都会收到干女儿的贴心好礼,父女关系让胡定心稳定了自己在潘加德心中的地位,保证了他日后不愁无戏可拍。 干爹对这个干女儿还是挺够意思的,给了不少好资源,在潘加德兼制的十兄弟,八部的爸爸,等多部剧集中,胡定心都拿到了戏份不错的角色。 在此之后,他继续扩大自己的人脉关系版图。 2003年,还是艺人训练班的学员,尚未学成毕业的胡定心,资源好到已经吊打N个新人了,像《冲上云霄》这样的大剧。 胡定心一样搞得定,有机会参与其中。 他在这部戏中,扮演马德忠的妹妹,开口闭口哥哥,叫得老马骨头都酥了。 没过多久,港媒多次拍到这对兄妹,在现实生活中上演夜蒲戏马,两人同进同出马德忠的住处。 据传笔时的马太太远在法国进修,于是纠战雀巢的事情,水到渠成地发生了。 不过面对媒体的询问,胡定心的解释还是很得体的,他表示自己将马德忠视作哥哥。 所以,近些年来,对于桃花新闻漫天飞的马德忠,马太太对于孟廷伟的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也算深有体会了。 除了拜码头,任亲戚以外,胡定心还在剧组布置了专为各个监制休息的按摩房,环境与服务不次于专业星级按摩院,一时之间轰动夜内。 据传,大名鼎鼎的黄日华,也似乎认下胡定心这个甘女儿。 据说为了替胡定心打抱不平,黄日华曾经得罪过圈内某知名女心。 胡定心虽然认了一圈亲戚,但是这些亲戚都是男性,这也是他一直被港媒诟病的地方。 单立文曾经以老豆的名义给胡定心送花,并且公开表示,你很像我前世的情人。 胡定心则高调秀交情,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丹立文的情书。 除了以上这些圈内著名的男星之外,胡定心还跟马国明、吴卓西等男星传出过绯闻。 据港媒的不完全统计,胡定心事业高峰期的那九年,共亲密交往了七位圈内猛男。 他也因此被港媒封为娇精。 胡定心凭借高情商以及超强的社交能力,将事业进行得顺风顺水,硬使凭借一己之力,成为了有靠山有背景的女明星。 2004年,胡定心凭借在《大唐双龙传》中扮演的婉婉, 被内地观众所熟知,彼时的内地观众并不知道这位女明星的成才之路。 2009年,在拍摄《八部的爸爸》期间,胡定心跟同组的男演员吴卓西传出绯闻。 演戏与谈恋爱这件事,同时进行,也不算浪费青春好时光。 2012年,胡定心凭借在《拳王》中扮演的丁温慈一角,荣获万千兴辉最佳女配大奖。 风水轮流转的娱乐圈,码头大哥也不是屹立不道的靠山。 当潘加德获得的资源渐渐变少,胡定心急忙撇下这个昔日干爹,败在了风头正静的文伟红门下。 继续上演《虚心请教》的戏码。 2016年,凭借在文坚制指导的《承寨英雄》中扮演的角色,胡定心再次荣获万千兴辉大奖。 不过这一次,他拿到手的是最佳女主的事后大奖。 在此之后,他跟恩人文伟红在社交媒体上暧昧不清地进行着文字交流,将正排文太太视若无误。 由于胡定心的交经作风,让他被圈内无数女星鄙视,因此他在港圈的女性朋友很少。 有一个名场面,至今被港媒津津乐道,蛇诗曼在夺得事后大奖的时候,他跟众多女星合影,唯独把胡定心抛除在外。 除此之外,胡定心跟杨姨也是一直水火不容,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经常受到杨姨的打压。 虽然在外面一副我见尤莲的弱势模样,但是背后插刀却一点都不含糊。 只要是让他看不惯的女明星,对于那些诋毁之词,他一律手划点赞。 不过这个恶媳,终于让他自食恶果,由于他点赞了某网友对内地演员的恶评,被人诟病有支持港独的倾向, 由于担心失去内地市场的份额,胡定心不得不公开道歉,但是却已经是悔之晚矣了。 人怕出明珠怕肥,被名利双收的局面冲晕了头的胡定心,为自己的飘飘然,终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于他在二次获得事后的大奖上,感恩了一圈业内人士,唯独对编剧只字不提,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有意为之。 总之,因为他的这个举动,引起港圈所有编剧的联合抵制。 后来,TVB将胡定心跟陈展鹏组成CP,打算推出《城寨英雄》的续集《曼谷唐人街》,没想到陈展鹏后来闪婚生子。 将这对CP强行给拆了,这让胡定心觉得很没面子,于是拒绝跟陈展鹏继续合作。 TVB没想到力捧多年的胡定心,要演技没啥演技,却还在关键时刻耍大牌,于是痛下狠手,将他打入了冷宫。 人才济济的娱乐圈,原本就是新人辈出的竞赛场,稍有不慎,就容易前功尽弃。 如今年过40岁的胡定心,只能在影视剧里跑一跑龙套,扮演一些打酱油的角色,小姑独处的他,至今未婚。 或许是对婚姻不再抱有任何期望了吧,他将精力转移到了健身、绘画、泡咖啡的情趣上,也算小有心得。 如他所说,生活节奏慢下来之后才发现,一些小事情,最能讨厌人的真性情。 前段时间,胡可欣生日之际,他在社交媒体中晒出了有人帮他庆生的照片。 传说中的某位亲戚也在其中。 照片中,黄日华、王浩信、梁烈伟等人笑得蛮开心,胡定心感叹道,为啥都笑得那么夸张。 或许是因为太开心,他们都喝醉了。 其实,众人皆醉,又何必独醒? 曾经付出的代价,若是重来一次,依旧没有选择的机会。 这一条单身的强者之路,注定有去无回。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别忘了点赞订阅了。